不错 我就是挺意想不到的吧 自己居然有这么顽强的生命力和创作力在 我对自己都很佩服 只能说小北 牛 拜 那你有信心晋级吗 我觉得应该晋不了级 愣不愣不愣 肯定 也没有说一点侥幸心理都没有了 还是有一点侥幸心理能晋级了 这样吧 正常讲吧 给大家开个暖暖呼呼的小场子 然后让大家好好讲 大家好 我是小北 今天的主题叫退网吧 我累了 真累了 稿子写到一半才知道主题是退网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退网吧 我还挺惊讶的 我说 这次节目组还挺有童心的 网吧我也太熟了 都写半篇了 行吧 退网 退网 退出网络 我第一次接触网络呢 就是在网吧 这个 你还记得以前网吧环境有多差吗 非常的恶劣 我第一次去网吧的时候 就是我发小带我去的 他说 小北 带你感受一下神仙的生活 然后我一到那儿发现全是二手烟 我说这就是神仙的生活是吧 他说 小北 你就说是不是腾云驾雾 烟大到什么程度啊 那天我出网吧 是用狮毛巾捂住口臂弯腰从大门掏声的 你知道吧 然后大学的时候还经常去网吧 写论文什么的 同学发现都很惊讶 他说 小北 你为什么在这么神圣的地方 干这么龌龊的事情 然后我旁边突然那个大哥就跟我借书 他说 你看吧 网吧不止我一个人看书吧 说完这句话 那个大哥就把书盖在他的泡面上 当时网吧好几个人吃泡面 输得点不够用了 当时就感觉输到用时方恨少 以前的网络环境真的非常好 很多人上网就是为了交朋友 我也交过网友 甚至还在线下见过网友 当时到了约定地点 发现那个网友是我班的男同学 我都懵了 我说怎么 蝶恋花是你啊 你不是个女生吗 我说你不也是个女生吗 蓝色妖街 现在的网络大家就是力气都特别重 甚至还有人出来挑事 前两天节目刚播的时候 突然飘过来一行弹幕 就没有人骂小北嘛 我心想大哥你要骂你就直接骂 你怎么还攒上局了呀 我真的是服了 我不是说大家不能评价我 关键当时我还没上台呢 你知道吧 我心想大哥你这是缺人吗 你这多少点缺心眼吧 你这 气死了 前两天我刚看了更无理取闹的 那帮踢足球的人和玩飞盘的人吵起来了 就因为足球场地 特别有意思 那帮踢足球的人说 说都是因为你们这帮玩飞盘的 站着我们足球场地 耽误了中国足球的发展 然后那帮玩飞盘的说 中国足球是差个场地吗 你给我甩得这么好 扔飞盘你也差不了 我真是服了 我觉得这个事有什么可吵的 那不就是个租赁的草坪吗 谁花钱就让谁玩 草坪不是之前干嘛 现在就得干嘛 如果你非要这么较劲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先把草坪还给羊 羊还得说呢 不敢当不敢当 还是还给屎克朗 这个小押韵送给屏幕前的大哥 大哥你现在可以发弹幕了 你可以骂我了 你不骂我 我都想骂自己 我其实在生活中啊 是个特别怕争吵的人 每次看到网上别人在吵架 我就很紧张 每次看到别人吵架 我脑海中就有个场景 都是住手 都不要再打了 我说现在网上干点什么事 你都挨骂 我玩游戏我都会被挨骂 因为我玩得不好 经常就有人骂我玩得不好 前两天有个男的就骂我 他说你没长脑子吗 你手怎么长得跟脚一样 当时都给我骂懵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突然零激动 然后我就开始装女生 我说那个对不起嘛 鹰鹰鹰 我们女生可能不知道啊 鹰鹰鹰这三个字 对男生杀伤力有多大 那天那个男生带我赢了一晚上 我感觉那男的已经沦陷了 他叫了我一晚上宝贝 当然我也没有饶过他 我答应了一晚上 他甚至都已经忽略我的网名 我的网名是 我是你北爹 我跟你说 我现在对网络的环境印象呢 就是跟小时候的网吧一样 就是乌烟瘴气 比起现在上网交友 我更愿意再跟朋友 在现实中面对面 去网吧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开得很 非常好的开场 谢谢小北 喜欢小北的朋友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 二 一 请锁票 太棒了 自己骂自己 这都谁还太管用了 三人一块拍我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你们有没有发现 理发师特别爱劝别人烫头发 如果你们没有发现的话 应该看得出来 我这个人很听劝 其实刚开始烫完这个头发 我还挺满意的 有一个瞬间 我就发现这个事 有点不对劲了 我发现理发师烫完头之后 他不敢跟我对视了 对对对 我也对 直到结账的时候 我就确定了这件事 我问他 我说今天烫头发多少钱 他说小北 今天烫头发钱 就不管你要了 我说这么丑吗 我觉得还可以 我说这样吧 我也不太好意思白烫头 我帮你发个微博 宣传一下吧 他说小北 开个价吧 我跟你说 我们全家人都是这样 就是特别听劝 但是对于消费这个事 真的是听人劝被人骗 我奶奶最近跟我聊天 说孙子 我买了个老花镜 这老花镜啊 老花钱了 我说多少钱啊 他说这个老花镜 花了我两万 我说什么奶奶 这个老花镜是能看到 我爷爷的私房钱吗 然后我就说 这个眼镜好用吗 他说这个眼镜非常好用 正常看的时候啊 是没有度数的 越往下看啊 度数越高 我说奶奶 这个老花镜好是好 是不是显得 你这个人有点太傲慢了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奶奶都这样 我看看哪个孙子来了 所以现在导致我 特别提防这种消费陷阱 每次这个客户 给我订那种星期酒店的时候 我都小心翼翼的 一开始住那种星期酒店啊 特别的不适应 真的非常不适应 一般都会有个门童 帮你开车门嘛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 那门童特别热情 帮我开车门 当初弄得我都紧张 我赶紧下来了 我说你赶紧把门关上吧 那个车里面 另外三个人不出来 这是顺风车 非常热情 帮你拿箱子拎包什么的 然后弄得我都特别紧张 有点局促 我不知道怎么 突然就说出一句 我说你们这平常给小费吗 他说有给的 我说那我不给的 而且每次住这种酒店的时候 客户给你订酒店的时候 都会喊早餐 我以前不吃早餐 不是因为我懒 是因为我以为 天下没有免费的早餐 有我就一定要吃 有一天我熬一熬到五点 看了一下表 六点半就开餐了 我咬咬牙 去吃了顿早饭 那一天过得怎么说呢 就是又撑又困 而且我平常吃那种 早饭从来不注重什么营养平衡 但是吃那种自助早餐的时候 我觉得每样我都要吃一点 光喝的我就要点三杯 我要点一杯橙汁 点一杯牛奶 点一杯咖啡 喝不动了还得劝自己 小北 养鱼呢 每次都会吃巨多 有一次给我吃短片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那服务员跟我说 先生你住哪个房间 我们给你送回去吧 我说你等会儿 再给我拿两杯酸奶 而这种酒店 有很多那种消费陷阱 有一天我在那个房间里 吃外卖的时候 吃着吃着特别想喝可乐 就那种等不了的想喝 然后我就发现 就是房间冰箱里有一个可乐 然后打开着喝 感觉特别好喝 喝着喝着我就发现不对劲 我发现可乐罐后面 贴了个48的标签 我当时想 什么可乐这么贵啊 48年的可乐吗 当时那个饭 我都要吃不进去了 赶紧把衣服穿上 准备去楼下超市 买罐新的可乐补进去 及时之损 我真的是低估了 酒店的消费能力 同时也低估了 他们的执行力 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 发现冰箱里 有一罐崭新的可乐 当时我就完了 被发现了 然后手里边拿着 一个三块的可乐 也喝不进去了 我就把它放进冰箱里 第二天退房的时候 我说我今天退房 他说先生 您昨天消费的一新可乐 是48元 我说是这样啊 昨天我买了罐新的可乐 然后放了进去 然后我们俩要沉默了 显然他没有处理过 这种情况 当时我心中还有一次窃喜 我说将军 然后沉默了十秒之后 然后前台跟我说 哎呀 这样吧先生 那个我们还是照常 收您48元 然后呢 我们再退您三块 我跟你说 现在这种消费性 真的是太多了 搞得我们现在 消费者很被动 我觉得我们应该 掌握主动权 不能等骗子来骗我们 要主动骗自己 要跟自己说吃亏是福 我以前怀疑过这句话 我说吃亏是福呢 不吃亏是什么呢 现在我有答案了 不吃亏是不可能的 好 接下来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小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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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北 真热情啊 这个还记不记得 我去年在节目里 说了飞盘 记得吧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玩飞盘 只有我在家隔离 也玩不上 给我惦记的 给我急的 有一次在家 急的我直腰尾巴 我说我想玩 我想玩 我想玩 太想玩了 你知道 在家隔离 我每天的生活 也非常单一 就是做饭 洗碗 收拾菜 收拾厨房 外地朋友 跟我开玩笑 说小北 你怎么在家里 天天跟个家庭主妇一样 问你这是什么话 我就一个人住 我这是家庭寡妇 说实话 刚开始隔离的时候 我还有点兴奋 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隔离过 那时候准备了 五天的方便面 面包 各种零食 那五天过得怎么说呢 有点像坐火车硬卧 第六天就发现 有点不对劲了 我说这个火车到站了 怎么还不能下车呢 然后当时东西都吃完了 还好后来发了物资 但是我不做饭 我家连盐都没有 当时给我急坏了 都给我急哭了 当眼泪划过嘴角的时候 我说 这不有盐了吗 趁着眼泪没干 赶紧把菜就给吃了 然后开始能买些调料之后 然后自己兴致勃勃 给自己做的牛肉 第二天拉了一天肚子 当时我都懵了 我说这个坊间传闻 不是在家做饭比较卫生吗 其实当时牛肉出锅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点问题了 你知道吧 因为那个牛肉有点硬做的 硬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我在出锅的时候 炒那个牛肉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锅里面 听到了 嘀嘷光浪 嘀嘍光浪 嘀嘍光浪的声音 你知道吧 对 然后这个疫情一结束啊 然后外地的朋友 就特别热情 说小北带你出去玩 带你出去露营 改善一下生活 逃离一下城市的喧嚣 我一到一个营地 看到乌恙乌恙全是人 全是帐篷 我说 这也太喧嚣了吧 感觉那都不是个营地 感觉吧 那个是个部落 当时我都有点恍惚 我说刚才那个扎张便 扎张 咋啦咋啦 我是刚才那个 扎脏辫的 不会是我们酋长吧 都给淹了 行吧 然后 我什么时候发现的有点像部落的 就是当时我特别想上卫生间 找了好久的找的没有找到 然后我就问旁边人 我说这个卫生间在哪啊 旁边那人都非常疑惑 他说卫生间 你睁开眼睛好行看看 他一直在吃博士 他说卫生间 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遍地都是 又淹了一个梗 吃不过人了 晚上到了饭点 我就问我朋友 我说今天晚上吃点啥 他特别兴奋 他说咱们今天吃了方便面和牛肉 我当时听着锅里面叮叮叮叮叮叮叮声音 我想我来这儿干啥了 我来这儿一苦思苦呢 我来这儿干啥 就是我都不敢说话 我怕我一说话就杀声 我怕我说实话就吃一个 你知道吗 有意思 然后最烦的就是晚上在帐篷里睡睡袋 睡袋我觉得太难受了 你们都知道睡袋包裹性非常强 就把你全身都包裹住了 就只剩一个脸 当时我跟我朋友 在帐篷里特别像两个剧情的 蝉蛹 然后我就想这个东西保暖是保暖 是不是有点不安全 假如那个帐篷里突然进了一个人 进帐篷里面偷你东西 你就很局促你知道吧 当时他偷完东西之后 你就在那儿 你等会 你等会 你赶快等我十分钟 等我 特检成蝶 偷东西都还好 我就怕他偷人 非常的尴尬 突然进来之后把我扛走 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 侍寝的妃子 旁边还有个尖尖的声音说 北娘娘今天侍寝了 回来之后啊 我就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爱好 越来越繁足了 真的你想一下露营 攀岩 钓鱼 而且还有花钱繁足 我在想过两年 会不会有的公司会团建 出外 这个扎寨 采摘 打猎 爬树 然后这个项目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就叫野人乐 然后吐槽这么多啊 然后那个时候 虽然就是感觉 这个露营虽然吃得煞 住得也不舒服 但起码那里没有疫情啊 还有一帮在篝火旁边 转圈的好朋友 我今天讲这 谢谢大家 我小北谢谢 小北 这个就是修丧修丧你的面皮 你今天吃的和斯 几个自己 口无是说好笑 口无是说好笑 厉害厉害厉害 四舍五出应该没有吧 但是我最喜欢就是 你崩溃了的那一段 自个儿急着 扑了额子 满满地绕 我那会儿特别想拍 但我怕我拍的 你就确定乱套了 特别大意思 我好久没有嘴这么笨过了 咋了你 我好几个月 没怎么说过话了 然后 这个就新可言 我见到这么多人 我都有点紧张 你知道吗 有点受恐 但崩溃那段我最喜欢 就是还挺 预思还挺可爱的 但我们训解还是坚持住了 没被她诱惑 不能让她这么混过去 确实今天还是有点宽 对 因为我看过她之前的嘛 对 所以是 就没能画脱口秀嘛 现在就是不会说话脱口秀了 应该是 但想象力真丰富 他能想象到自己露营的时候 像个捷泳子 这个感觉 真的太形象了 也没少吃 小柏这几个月啊 是贵院太惨了 刚才她说那个 钉子当当的牛肉啊 这什么家伙才能说得了呢 是不是 你一定要搭配的是 云南白药口腔 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帮助修复口腔 粘膜损伤 我感觉 就是她吃过丝吃成这样 观众缘还是很好 大家一直鼓着掌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美 还记得我去年的表现吗 记得 不记得很正常 第七被淘汰了 很正常 然后被淘汰之后呢 很多微博网友 真的非常善良 很多微博网友 给我发私欺安慰我 说小北你加油 你是最棒的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的 但当时真的不用安慰了 你知道吧 因为当时我已经被淘汰 一个月了 其实理由很简单 我觉得跟大家说 大家一定能明白 因为我们线上节目 是提前录制的嘛 第七期我被淘汰的时候 我们才播了两期 而且我们签了保密协议 就是在节目播出之前 是不能关注 啊 比赛金要哪一步了 谁都冠军了 亡免不配 这都不行 你知道吧 你不要Q我吗 这么招招恨的 但那个时候 已经有人都认出来了 那个时候 我在上海大街上走 突然有一天 有个大哥认出来 他说 哎 你是小北吗 讲拖口秀那个 我说我是 你好你好 他说小北今天 我特别看好你 我觉得今天独冠 我说大哥我加油吧 我加油吧 谢谢你 然后我转身就走了 大哥真的非常喜欢我 因为我走之后 他也没有走 他站在我的身后 跟随我走路节奏 我边在我背后喊 小北冠军 小北冠军 我边走边那儿哭 大哥你别说了 我欠了报名协议啊 小北镜好大哦 镜好大 镜好大 我觉得我到现在 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就是这种陌生人 带来的热情和关心啊 不管是陌生人 就是我父母 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我现在上海工作嘛 然后我爸机 经常会发一些安慰 关心我 但是每次发来的话呢 都有些奇怪 你知道 我爸经常会发 他说儿子 干嘛呢 发张照片看看 我说爸我没照片 他说你现在拍一个 我说爸我那个 我先不跟你聊 我去洗澡了 然后过一会儿 我爸又给我发来 儿子你洗完澡了吗 我说你再这样骚扰 我就报警了 我跟你说 真的 我爸的爱 真的有点变态 你知道 然后 我就想长大之后 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嘛 有一些选择 然后那种感觉 我想要的选择 就是小时候 我妈妈虽然每天 都给我做红烧肉啊 但都不如我自己买的 五毛钱零食香啊 即便我知道 那是不干净的地沟油 但起码是我自己选的嘛 对吧 有一天我偷吃那个零食 被我妈发现 我妈特别生气 说你天天不吃饭 就吃这个油 你知道这是什么油吗 我说自由 我妈妈也没有跟我生气 就微微道来跟我说 那你知道妈妈做的油 是什么油吗 妈妈用菜做的油 是什么油吗 妈妈做的油是 I love you 我这空啊 这个能取消吗 你打电话问 打电话问问 什么玩意儿 好了好了 镇静一下啊 然后 其实越长大 真的越跟父母相处不来 真的相处不来 我最受不了我妈妈一点 就是我妈妈这个人 真的非常爱干净 非常爱干净 甚至有些洁癖了 你知道吗 她洁癖到什么程度 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 但这百分之百是真事 我妈妈有多洁癖 我妈妈为了让家里的椅子 不脏啊 我在家吃饭 只能穿裤衩 这是真事 你知道吗 我爸爸呢 也要这样 但我妈妈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妈妈有睡衣 我和我爸不配哦 你知道在我们家吃饭 有个什么样的景象吗 就是一个穿着睡衣的贵妇啊 和一对海尔兄弟 虽然吐槽我妈妈这么多 但是我还是非常爱我妈妈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妈妈非常支持我讲脱口秀 我妈妈第一次来看我讲脱口秀的时候 我在舞台上讲的就是这个段子 我妈妈在下面笑得前往后 和非常开心 你知道吗 我爸坐在旁边一笑都笑不出来 我今天讲的是谢大家 我小北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北 哎呀 没想到已经到半决赛了 说实话有点比不动了 身体有点吃不消了 前两天导演组问我 他说小北 你是不是创作力枯竭了 我说创作力还好 我感觉我杨瘦快到了 真的太累了 你知道吗 真的不能再搞笑了 再搞笑我就要进决赛了 我今天最后再给你们嘱咐几句吧 然后一会你们笑的时候又大声点 我想风风光光地走 真是太累了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就在反思自己 我就说小北 你这辈子是不是成不了什么大事了 因为在我印象里 能成大事那种人 都是每天经历非常充沛的人 都是每天早上一床就 我来了 都这种你知道吗 我每天早上群上什么样子吗 我每天早上群上就 又来了 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知道吗 有天看到一个新闻 一下击中了我 一个新闻写 搜狐的张朝阳 每天只需要睡四个小时 我每天需要睡12个小时 我要睡得饱饱的 你知道四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吗 我看到我的手机 我手机显示 我每天玩手机的时间 是四个半小时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张朝阳甚至可以当我的护工 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 你知道我 我躺在床上 我说小张啊 我一回准备玩会儿手机 你就一会儿把今天的教税了吧 然后那个时候就非常焦虑 你知道我怕自己得了什么病 我去看医生 我说医生看看我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 天天这么累 医生耗了我卖 说小伙子 你不会死 你不要紧张 你就是普通的盛亏 我说大夫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但是我是个很乐观的人 突然就想到了一个 我特别适合做的职业 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做idol 你听我解释啊 为什么适合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条件啊 基本能拒约所有诱惑了 我都能想象到 每天我在大街上走 突然有一个漂亮的女粉丝过来说 哥哥哥哥我们谈恋爱吧 我说哥哥呀 没有这个经历 哥哥比起爱你来说呢 更爱活着 不说了 哥哥走了 拜拜 好了 别追了 哥哥跑不动了 然后医生给我唯一的嘱托 就是说让我平常多运动 然后我就开始了解很多运动 你们知道最近很流行的运动 叫做飞盘吗 就是你们现在心里想的那种狗玩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人玩狗 已经满足不了人了 你知道吧 现在已经出现了人玩人的现象 然后一开始我玩的时候 我还不太懂 我还特意借了一条狗 到了操场之后 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带狗 我还跟那个编幕说呢 我说今天要辛苦你了 然后那天没想到主角是我 你知道吧 我贼累 那狗贼无聊 你知道吗 然后那天杨文恩也在 杨文恩切儿灯跟我过来说 小北 玩狗有啥意思 玩狗 不如当狗 说完之后杨文恩追着 飞盘就出去了 你知道吗 我给你解释一下飞盘这个运动 其实很简单 飞盘这个运动就是几个人 对几个人 然后来回扔飞盘 达阵得分 那个场景怎么形容呢 就是你们想象有个草坪 然后大家都跟狗玩 但是没有狗 大概就是那样的运动 当时我还不会玩 然后我在那有点局促 我就说 哎 我怎么不会玩怎么办 然后有个人过来说 他说 小北 你不要着急 一会儿会有人训练你的 结果真的就来了个教练 你知道吧 然后他拿着一罗飞盘 我们排成一个队 然后教练拿着飞盘说 跑 我当时还笑话呢 我说这也太可笑了 到我这儿 我抓就出去了 你知道吧 当时那飞盘飞得有点高 我脑海中出现三个字 用嘴雕 最后训练完之后 教练说 哎呀 这个我们排成两个队吧 然后大家一起握个手 你知道吗 我开始下意识 这样举了起来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特别怕 那个教练突然说 坐 我心想教练 你不会叫我巴普洛夫吧 而且里面的人 都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 你知道吗 真的有很多爱健身的男生 然后身体非常健硕 然后争强好胜 那种感觉吧 我知道绝对不可能啊 但他们特别像 Rock忽兰的串 我刚写出来 跟你们笑得一样开心 而且这也太好笑了 没想到 没想到 然后我当时 我当时还问教练 我说你们平时都怎么锻炼啊 他说三分练七分喝 我说喝 他说对啊 喝经典有机A2成牛奶 每百行升有3.8克原生乳蛋白 高营养 更亲和 是健身人群的好选择 当时我就说 那三分练是啥呀 他说 然后教练掏出了一瓶 经典有机奶 他说小北 看见了吗 我说看见了 他说 跑 让我们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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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谢谢 加油也没有用了 192票 我隔三层墙啊 我就听到了 他这个充满了幽默 又嘹亮的声音 我知道 我们徐志胜来到我们这里之前 我是效果文化 赏门最大的人 就都说 我赏门子大的跟驴似的 现在没人这么说了 我人设崩了 我说这也太卷了吧 怎么当驴都有人抢啊 今天聊网络嘛 我最懂网络呀 因为我原本 就是一个快乐的宅男 快乐死飞宅 天天蹲在家里 上网打游戏 后来呢 就有一个网友 天天缠着我 要跟我见面 我很羞涩 但我还是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跟网友见面 因为这个网友 叫李淡 他说的挺好的 哎呀 闲着也是闲着 出来喝点酒 随便玩会儿 有打那次见完面 直到现在 我们俩人一起工作了12年 弄得人家现在功成名就的 根本就没有时间打游戏 感觉甚至这辈子都有了着落 你说这不骗人吗 说好的随便玩会儿 你怎么还对我负责了呢 工作之后 我遇到了好多人 好多好多人 很少有负责的 现实世界里的人 比网友的复杂太多了 你想在游戏里跟人相处 我们一起打过boss 那以后就是好兄弟了 在公司里跟人相处 我们一起骂过boss 回头你就跟boss举报我 这算怎么回事 而且在游戏里 你打出什么装备 那都是平分的 在工作里头 那装备的分配 它也不均匀呢 你看领导有口蜜附件 同事有两面三刀 那都是武器啊 我说那为啥 我就分了一身防装了 你看我背了个大锅 还穿了个小鞋 同事一个一个都可精彩了 上午一块跟我骂领导 说我们公司领导一无是处 光吃饭不干活 下午他跟领导一起嗨会 他就说领导 你就辛苦了 我们公司的领导 那吃的是草 挤的都是奶 我说咱们领导吃了什么草 吃完变化这么快呀 吃的墙头草吗 所以我不想退网 我想退现实 去年我在脱衣秀大会表演的 奇奈无比 事业蒸蒸日下 我心想我终于有时间打游戏了 我马上就跟我高中同班的老战友联络 我们中年人打游戏 那真的是太热闹了 哄完孩子哄媳妇 手忙脚乱的 这边在游戏里抢buff 那边在家庭里哄外腹 维持自己艰难的life 好可疑 还有个人得先把媳妇哄睡着了 他才能偷偷地打游戏 就那天刚打没多一会儿 他媳妇做了一个噩梦 醒了 那个时候我哥们就坐在电脑前 跟他媳妇的四目相对 得 一个噩梦结束了 又一个噩梦开始了 这一天天过的 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后来我在叫我的兄弟们打游戏 他们更不敢来了 说那再打游戏 我媳妇都不给我做饭了 咋办 我说咋办 用心办 海天半饭酱 一勺半掉一碗饭 咱们就这么办 他说太好了 海天半饭酱我想留下 但是你个兄弟 我能不能不要了 后来我就自己打游戏嘛 自己买装备 玩得挺高兴的 结果忽兰伯勒伊了 忽兰说建国 你都这么大碎人了 你每天在游戏里 今天买个盔甲 每天买个宝刀 有啥意思 那装备都是虚拟的 那花的都是冤枉钱 还是跟哥们炒股吧 我就去了 你还真别说 后来我的那些钱 没有一分钱是冤枉的 都死得可明白了 我现在确实不花冤枉钱了 因为我没钱了 我现在在游戏里 都买不起把衬手的刀 但是每次我打开股票APP 却都能感觉 心口上挨了一刀 手中无刀 心中有刀 整个游戏圈 说了这么多年 是兄弟就来喊我 只有霍兰真的来了 我现在从头到尾 回想起这个事情 那个感觉可奇妙了 就是当初 我正要在这花钱呢 后来说 哎 等一下 说你这个钱呀 这么花出去 它多没意思 来 你给我 来 咱们把它放到股市里 来注意看 注意看 消失了 我说 哇 小浣熊魔术师 我还问呢 我说魔术师 魔术师 这是什么神奇的小魔术呀 他说 大便穷人 网络世界都光剑影啊 但是现实世界才真的上人 我反正我会继续学着 在现实世界里努力生存的 希望大家也坚强一点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今天就只我一个人 没有达到 我和张博洋 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明白 高端的脱口秀 往往只需要单人的表演方式 我就真的 前一阵子 大部分演员都在上海隔离 然后我也是 然后我就发现 这些脱口秀演员们 太厉害了 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除了说脱口秀 啥也不会 生活不能自理 却依旧坚韧不拔 他们 有的生吃过茄子 有的生吃过西葫芦 小北甚至发了 这样的一条朋友圈 说请问 高筋面粉能生吃吗 就他问这个问题 都甚人 是吧 他那个意思好像 如果是低筋的 哥们问都不问 直接就吃了 是吧 吓得我呀 马上就得到 朋友圈下面回复 说能生吃啊 朋友们 我是这么想到啊 就我确实不知道 生吃面粉会发生什么 但只要我再观察一会儿 小北会让我知道的 没有啦 都是亲生的朋友 是吧 我之后还是没忍住 告诉了他不能生吃 并且详细地告诉了他 鸽的汤的制作方法 小北就去做了 小北那个鸽的汤做的 就怎么形容呢 就没法形容啊 就粘到什么程度 朋友们 趁热从锅里倒到碗里 稍微一冷却 就再也无法从碗里倒出来了 还问我呢 说果仔这能吃吗 我说那你摆出一勺来 我看看吧 他尝试了一下 说果仔 摆不出来呀 勺子插进去之后 就无法离开这个碗了 我说你再使点劲呢 他说 哎 哎 马恩好像离开桌子了 我说那摆 摆咱这样的摆啊 咱就别吃了 咱留到年底 哦 年底就能吃了吗 就春节的时候啊 贴春联肯定用得上 这就是我那两个月的困境 就我看着我的朋友们 在厨房里对自己杀人放火 我心里难受 因为哥们啥都会 光鸡蛋的做法 大分类上我就会八九种 细分出来好几十个菜 各种鸡蛋 有的朋友这样夸赞过我的厨艺 说母鸡看到了都能跟你拼命 那段日子我天天就在想 母鸡怎么还不来跟我拼命啊 你说我光有厨艺有什么用 我很需要母鸡的命啊 但是后来我又一想 那如果真来了一个母鸡 那场面也很尴尬对吧 他来了一敲门 我说你谁呀 他说哎呀我母鸡呀 冲荡所归 waiting for you 这是什么 izing to the 这是什么 回来了 你看李旦你变了 一种整理都快 就我听完了 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开个学人的小玩笑 大伙不要见怪 那段日子我就总帮着 我的朋友们出谋划策 告诉他们怎么才能活下去 是吧 怎么做 很难的 很艰难 李旦就是最大的 四个了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谢谢 很艰难 真的 李旦就是最大的困难户 因为你看我讲怎么生存 你给李旦 就得从头上的头 给他讲起 你首先要告诉他 我们是人类 人类不能光喝酒 是吧 不吃饭 你还得给他解释 人体是需要营养 但是葡萄酒加糖 不叫葡萄糖 讲来讲去 老李都崩溃了 活着怎么这么难 好想有个人照顾我 我听完更崩溃了 我说你想有个人照顾你 你别离婚呢 但是 但是即便是这样 哥们还是没有呆够 我没在家呆够 因为哥们是一个天生的死宅男 宅在家里是我最大的爱好 就真的没有别的爱好 一开始防疫宣传说 大家尽量做到 非必要不出门 大家能做到吗 我说我做了33年了 我平时必要也不出门啊 我只喜欢在家待着 我讨厌门外的世界 都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打开一扇窗 真的上帝要是到我这 关上一扇门 我马上就反锁 他再想为我打开一扇窗 发现打不开 窗户也锁了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话说的了 就祝愿吧 祝愿一切不好的赶紧过去 以后想出门的人都能安全出门 想宅在家的人就安心在家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咋的 笑声 笑啥 这个是建国老师第一次 在节目中有CP线 我干风圈了 其实我也不太懂 我感觉大伙爱听 那我就说呗 我们是喜悦人吗 就娱乐吗 这还有一点不着热 你找从自己身上找乐的吗 对 从你自己身上找乐的了吗 你不都跟我这找的吗 那没有我 你那也乐不起来嘛 也对 那么这条线有可能变成真的吗 那谁到了 那谁到了 大家好 我是王帝国 终于到了总决赛了 朋友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 谢谢 也非常感谢这个沈腾老师和罗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这个开场 真欢迎斗死我了 带我玩的 这才有总决赛的样子嘛 你看这观众都这么好 嘉宾 这阵容强大 就是我们这集的就是这个主题名字起得也非常好 叫这个既是终点也是起点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深刻的道理 朋友们 这是这个在操场上跑圈的基本知识 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你容易跑丢 真的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总跑圈 因为我从小我就生了啥嘛 我从小就胖 我饭量又大 我那个饭量可以说是就是就是一人吃饱 全家挨饿 然后我这 我上大学就实在想瘦下去 我就跑圈 一天跑十圈 年轻人新陈代谢就非常快 我一个月瘦了三十来斤 我减完肥之后 真的整个人就龙光焕发 就平时一看这小伙 啊 一米八七大高个 又高又帅又幽默 我就 哎呦 他就同学看了也高兴 老师看了我也喜欢 平时脾气再横的老师 那看着我这张脸他都横不起来 哥们当时那个长相 那就是老师的诗字去掉上面那一横 那就一个帅 就多少人曾惦记我年轻时的容颜 那个时候看我一眼就把持不住的 不光只有黎雪芹 我就猜到我一提黎雪芹 你们就高兴 啥整 我先说说我长得帅的事 就因为我确实也没帅几天 后来很快我就胖回去了 因为我就胡吃海喝 我就觉得减肥这么容易 就以后再减呗 然后去年我就终于又想瘦下来 我就重新开始跑步 就没把我累死 我就咬着牙子也街上跑 不是跟你们处于 那真是整条街最慢的仔 就周围的人还看着说 这个仔怎么这么慢 它会不会是超仔 后来我就放弃跑步了嘛 我就心态崩了 就每当我心态崩溃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我的一个好大哥 就是老程 老程就是程路 我程哥 我程哥 这是我遇到过的心态最好的人 就我俩很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的老程 还不是现在的老程 而是那个少年老程 老程就很少心态崩溃 工作压力再大 就他都一笑一笑就能扛过去 所以我这么多年 我就一直想学他 后来我发现就是也不能全学 你就别学到最后是吧 人格是挺完整的 家庭破碎了 这个段子我还给程路讲过 我程路听完就特喜欢 跟我说 健库你在舞台上讲这个 我就弄死你 你看就不是老人变坏了 而是老程变坏了 其实大家也能听出来 就是我讲程路的这个段落 就是为了说刚才那个谐音梗 就硬加的 就整个这个段落就格格不入 你发现没有 就放不住 收不住啊 可是都总决赛了 就让我玩一把嘛 对不对 就是你不理解 你不理解我 爱说谐音梗 我还不理解你们爱听吵谁屁呢 那不管谁知道他都开心了 是是 就这个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东西 我理解不了 我对这个时代的感觉 就跟我跑步一样 就是以前能跟得上节奏 现在不知道为啥 忽然跟不上呢 我也是试图跟上节奏 真的 你比如说比赛之前 我就找到雪芹 我说帖子呀 我说你看这样 商量一下的 就咱们演出每篇稿子 是不是大概就是一千两百字 对不对 一千二百字 要不总决赛下来 就不写别的了 就你写五百遍 王建国 我写五百遍 李就行 大伙就好像挺爱挺的 对不对 雪芹听完就很开心呢 说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因为人算容易算错呀 三成五百是一千二吗 今天总决赛 嘉宾阵容有点过于强大了 好几个喜剧大师 就能跟他们一起出现 真的是我的荣幸 就这段话 我本来就想放在开篇就说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因为我不能一上来就骗你们 可是那个意思 就是是真的很荣幸 因为我知道艺术搞得好 又没把自己饿死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那搞艺术就得穷 穷才厉害 我第一次租那房子 一个月就是六百块钱 下雨漏雨 刮风漏风 我朋友来我家做客 待会儿他都傻了 就说你家连个空调都没有 为什么有风 我还自豪呢 我说这可不是一般的风 这是我的两袖清风 但是我现在 我已经住不回六百块钱的房子了 而且我的意图也没搞好 我这就属于跑着跑着 就忘了起点和终点 跑就只是因为不敢停 可是朋友们 就直到我现在 我还认为 就是在脱口秀这个行业 属于我的时代 还没有过去 因为首先他就没有来 就一个东西 他想过去 他至少就先来 对不对 你看我 我连个时代都没有 当着这么多前辈老师 我还是敢这么横 他们最多就是淘汰 我时代已经把我淘汰了 对不对 不差你们几个真的 就各位老师 一会儿实在不行 你们就把我去掉 就是老师的时代 去掉我这一横 你们就是帅 谢谢大家 他现在应该做什么 对 谢谢王建国 喜欢王建国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三二一 请锁票 哎呀 掌声再次给国家 王建国不行了 不爱了 王建国 很精彩啊 炸疯了 尤其说自个帅那一段 这么多年 皮肤保险 保险这么厚啊 包姬了 对 厉害厉害厉害 真棒 谢谢哥 有一个玩王者荣耀的 也叫老帅 也特别厉害 帅我特计啊 是吧 对对对 也包姬了是吧 也是雪芹盘的吗 这喜剧前辈没有包袱就不说话 可以可以 哎呦这恋爱中的男人就是不一样 就我觉得这 大家好我是王亮伦 谢谢谢谢 哎呀稿子不咋好别这么期待 我其实就叫然嘛 但是我一直是一个很松弛的人 真的很松弛 我有着巨大的包容心 和比包容心还要巨大的脂肪储备量 我从小的时候就一直以为 心宽体盘这个成语 是我的语文老师为了我量身定做的 我想世界上怎么可能 有人比我更适合这个成语是吧 后来一查心宽体盘这个词 第一次出现是在西汉末年 我当时就很愧疚 我说我何德何能 让一个成语等了我两千多年 我也很少有这个奋斗的心思 听到燃这个字 我的第一反应也不是什么奋斗激昂 我那天知道我们这期的主题叫 我还可以再燃一次 我听完吓一跳 我说不好吧 咱们好歹是喜剧节目 在舞台上就别聊火葬了 就感觉就是专门吓唬我的 这位客人你实在太胖了 一个炉子烧不完 你得再燃一次是吧 我经常因为太没有斗争心 我跟人聊天也聊不到一块去 我的行为模式也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我们这个比赛 大家写段子的压力都很大 好不容易写完了 还要绞尽脑汁在段子里加入广告 很艰难 每逢深夜 所有的演员都在写老村长酒 只有我在喝老村长酒 我就自己跟自己喝 不用别人帮忙 第三集还没录完呢 干没半箱了 那天老村长酒的人还跟我聊天 被我一顿表扬 我说老村长酒真好 懂生活更快乐 喝好真的喝完半箱了 没有一次上头 他们更开心了 他们说 哎呀你的段子也不错嘛 给我气的 我说我跟你说这些 是为了让你夸我段子吗 能不能把酒给我续上 但是我其实现在 我也从来没有那种 燃不动了的这种心情 我就很随和 你非让我燃我也可以燃 我有一个朋友 有一回喝多了 就躺在大马路上 没有人送他回家 有的观众听到这里就问了说 哎 是哪个朋友呀 没有别人了 就是马路守护者李总是吧 我心想虽然我身体不好 但是为了友情 燃一次把坑吃别度 给他拽回了家 有的观众又问了 哎 这个事情 你不是两年前就讲过了吗 两年前讲的是两年前的事 今天讲的是今年的事 我一年可以再燃多少次 主要看李总的酒量 我们李总从来不考核业绩 只考核友情 有的时候我就替他捏一把汗 你说万一这个考核我没有通过 会有多少辆车从他身上通过 真的 我就觉得 李大这个朋友呀 远看是朋友 近看是朋友 打他不走 骂他不走 只有拖他他才走 拖了五米摔六回 醒来还是好朋友 就因为录这个节目嘛 我又结交了一个新的朋友 他叫忽兰 就是你看现在总榜第一是我 第二就是他 然后他这个人呢 好胜心极强 但是心态又非常的健康 每次我录完节目 我就摊在椅子上 我就刚想要休息 你就看到忽兰那边 蹦蹦达达朝我走过来 两个眼睛里闪烁着战斗的光芒 但是他很健康 他也不挑衅 他就劝我 他说你别那么不合群 大伙都被我赢了 就差你了 我想的是 我说如果胜利 真的能给你带来 这么巨大的快乐 那为了友情 我可以输给你是吧 我这期不来了 你不就一下就赢了吗 后来我观察了半天 我发现忽兰要的 不是我输给他 忽兰要的是 我拼尽全力和他战斗 然后输给他 你说交个朋友太难了 是不是所有人 其他所有人 都只关心自己能不能赢 只有忽兰 在关心自己赢得得劲不得劲 我说忽兰我就跟你交朋友 就是因为你稿子写得好 我真的觉得我拼尽全力 也赢不了你 他说那你就证明给我看嘛 气死我了 真的 我非常松弛 我几乎都是不努力的 但是我的生活质量 还比较好 那为啥几乎不努力 还能生活质量比较好呢 就是因为我是几乎不努力 不是从来不努力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你仔细想非常关键 因为如果当一个 纯粹的垃圾 那人生不就废了吗 是吧 所以我从小就立志 要当一个可燃垃圾 平时是垃圾 但是非得燃的时候 你多点几下也能点着 平时活得上善若水 力万物而不争 但如果实在不行了 我也可以正面刚一下 有的时候刚猛了 我的朋友都惊了 说黄建坤你今天好刚啊 你是咋想的 我说还能是咋想的 好刚用在刀刃上 又来了 我其实我也 你是咋想的 你干什么打断我的表演 你是咋想的 这你怎么可能喜欢 我通过这个行为讽刺你 好嘞好嘞 齐聚人 居然给了个破格 我的好灯也用在那 我也喜欢 就是咋说呢 我其实我也喜欢赢 我真的也喜欢赢 我输了也很难受 但是以我的性格 我知道自己肯定是 输的时候居多 赢的时候居少 所以我的行为 就变得特别有计划 你看朋友的安全 这我要管 但是朋友的快乐 我就不管了 为了我自己的名利呢 我也可以燃 但是这个名利 一定要足够大 因为人生 它其实不是一场胜负 人生是不停的战斗 于是我就在 大多数的时间 挂起免战牌 是吧 生死看淡 不服就赔礼道歉 只打最关键的 那起场仗就可以了 那有的人说 那最关键的 输了怎么办呢 输了就输了呗 又不是没输过是吧 反正老夫随时还能再战 是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护兰 我觉得王建国说的挺好的 我觉得王建国已经拼尽全力了 就剩下他输了 其实我跟王建国是很好的朋友 但没办法 比赛特别的残酷 就我们一个多月的时间 很多投球演员已经被逼疯了 但是很多投球演员被逼疯了 又治好了 但我们治疗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风的速度 你们听着是不是特别像一道 那种小学傲术进水出水的问题 以致我们一周 能治好三个投球演员 再能逼疯八个 总共全逼疯需要六周 问如果我们能努力 一周逼疯十个 全逼疯需要几周 我说算比较正常的 很多人还问 说你怎么还挺正常的 我说是因为我从小 是运动员出身 他说那你就知道怎么赢了 我说不是 是我知道怎么输 这不是在开玩笑 我从小是乒乓球运动员出身 学的全都是输 运动员们 听他要面对输 我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摔拍子 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找借口 又用了两年的时间 学会了输球不哭 这全都是我爸的功劳 我爸从来不会因为 我输球打我 他只会因为我找借口打我 后来才想明 我爸这不就是找借口打我吗 体育很残酷的 真的是这样 大人都很难面对输 更何况一个小孩了 当时我们一年一度的 全市平凡球比赛 256个人 我打了整整三天 打到了16进8 最后决胜局 输了两分 输给另外一个小孩 真的这比赛 把我的世界直接打坍塌了 八岁的我想退役 我爸跟我说 你就不想明年再去赢他吗 我说我想 我就努力练了一年 第二年去 发现他已经上初中了 我还在小学 我说爸你骗我 他说你看 他不敢跟你打斗 就上初中了 然后我又打 又是256个人 然后我又打到了16进8 输给另外一个新的小朋友 就愁未报 又添心愁 一年的努力 就这么复制东流 回家躺床上 我都哭晕了 就醒了之后想想 又晕过去了 这全都是真事 就体育故事 不是童话故事 没有那么多美好的结局的 卧薪 尝胆 忠诚 霸业 这都是极少数的 大部分都是卧薪 尝胆 出去被干 回来继续尝胆 最后胆都尝得没味儿了 还没赢呢 你看嘛 什么没赢过NBA总冠军的 没拿过世界杯的 千年老二 李宗伟 都不容易 冠军就一个 哪那么好拿呢 我们当时256个人打比赛 一轮下来就抬下去 128个在场边哭 最后256个人 没人不哭 这即使打到了决赛 亚军输了都哭了 稀了哗啦 然后冠军流下激动的泪水 这竞技体育就是成王败寇 我就根本没有什么 小鲜肉粉丝说那套 你知道他有多奴隶吗 我从来 就是真的竞技体育 只要你输了 那是越努力越心酸 我从来不敢跟我的教练说 我虽然输了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教练只会说 哦 这么努力都输了 那是不是智力有问题啊 我从小到大 打平方球 基本没拿过什么冠军 但是每次比赛 问我说目标是啥 我说我叫拿总冠军 后来我去国外读书 寻思跟美国人 打打平方球 总归能赢吧 结果碰上的 全是中国留学生 可狠了 都可狠了 都是在国内 拿不到冠军的 我在校队 我入选了校队 我是校队的一号 一号选手 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国教练 他喜欢用 田击赛马的战术 结果出去打比赛 对面也是个中国教练 他也用田击赛马的战术 我跟对面的一号 打得死聚活来的 我不相信 随便打打就算了 对吧 打打打就 好像能打得过他 对面也是相同的感受 我俩觉得 我打不过关张 还打不过你刘备吗 旁边观众也看得 特别兴奋 快看快看 两个下等妈打成这样 而且现在大家 越来越不敢承认 自己想赢嘛 其实就是怕输了的时候 不好受嘛 就想让自己更好受一点 经常还没开始呢 先把台阶准备好了 万一数了 舒舒服服从台阶下来 万一赢了呢 两个台阶咔 一组装就是一个领奖台 还装个 这是哪儿啊 怎么站上来了呢 台阶有了 自己不愿下来了 我不是 我想赢 我就大大方向告诉大家 我想赢 我甚至都不觉得 我是爱拖 我就是爱比赛 我爱战斗 对于比赛 我不同意什么过程 比结果更重要 什么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我今天就要说 友谊第一 王建国第二 让大家关心 谢谢 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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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叹